原本是祁山阿嬤做的櫃 在孫女传承30年做櫃好手艺后 先在市集贩售 后来又进到最近改装完成的 延城第一工有市场 让好味道继续飘香 櫃这个东西在大概是50年下 阿嬤就已经有在买了 那它是在祁山的内门那边 就是一棵龙树下 那我们就在今年的2月就 在过年的时候尝试就是 把櫃从祁山内门带出来 然后带到市集这样子的样子 然后来给大家可以吃得到 这种传统的点心 以前延城市场其实就已经很 古色古香 那也会更期待说 它翻新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在这次的招商的活动里面 就是赶快报名 然后就是有进到市场里面 来贩售我们的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有结合传统 然后可能就像就是很多 就是一些新闯的一些创意啦 我觉得才是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让大家就是更认识一下 传统市场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不太知道 就是这样的文化 可是其实就有这样的传递 我觉得蛮好的 传统的操花柜在年轻人改良下 不仅将外皮的古色味消除 并包入白玉萝卜 做成的萝卜干之外 也用独特的外形 传达首作传统米食的温度 另外像是昂虎柜 也利用水果天然原色取代色素 就是要让大家吃得更安心 我们的操花柜跟外面比较不一样 其实从外形就可以先看到了 那我们就是透过 就是整个包裹完之后 再透过掌印的方式 去压出这个柜的形状 那有这个掌印 其实我们也想要去传达说 我们的东西都是 从零到零都是由我们手工 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出来的 那另外我们比较特殊的是说 外面的操花柜 其实里面加的是艾草 那艾草它其实会有一点偏苦 那后来我们经过改良之后 是加了阿嬷种的地瓜叶跟薯曲草 那这样两者结合之后 其实提示起来会有点甘甜甘甜的 跟外面其实就是会做出很大的区别 以前吃的昂虎柜都是加 像帆红花这样的食用色素 那我不能保证说 这个东西对身体真的没有害 但我们后来也是经过改良 我们去把它改成红楼果 那其实可以从外皮看到 红楼果上面都会有纸 那加进那个昂虎柜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外皮是带有黑色斑点的 那那个颗粒的话就是红楼果它本身的那个籽 对那像内馅的话 我们就是把花生跟芝麻混在一起吃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很爱吃 那觉得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吃到的话 其实混在一起是非常好的 食材当然还是很传统 我觉得可能就跟之前有所差 因为可能之前吃比较传统的店的柜 他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袋子 就是这样包起来 可是他们就会用纸袋 就是比较不一样 在有人情味的市场 卖着传承阿嬷手艺的柜 当年轻人细心把内馅包入充满年性的外皮中 透过高温蒸煮后 成为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 其实也将台湾人的韧性表露无遗 像超粿柜啊 红菇柜 不管是甜糕 或者是像我们家有在卖米场 它其实一直都是以糯米为轴心 那像糯米这种具有年性的食物 其实很代表我们台湾人就是脚踏实地的那个任性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糯米这样子的食材是非常适合传递给大家 而且很容易传递温度的 对那其实我们就想要透过这样子的素材啊 糯米也好跟我们想要传达阿嬷的好吃的食物给大家 那其实就是想要去传达说 像市场这么有温度的场域里面给大家 就是这么有温度的食物 其实是非常适合分享给大家 记者萧怡轩 蔡宜文 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